總會長還有婉如校長 還有在場各位家長 聯合總會的各位服務的各位會長們 還有在場的各位同學 各位家長 還有直播室裡的各位家長 大家午安 好安 我是冰江石中的校長 那麼目前也是臺北市的 國中英語輔導團的招職人 本身也是英文老師 那我剛才看到同學 其實在今天來這種講座 不管你是自發性的 或者是你是爸爸媽媽鼓勵你來的 我要跟各位同學講 就是我自己在以前呢 也擔任過國九的導師 還有高三的導師 同時我自己也是兩個孩子的家長 那我的兒子現在32歲 女兒現在30歲 也都走過這個會考基策 還有大學學策的階段 那我要鼓勵同學 其實路就在你自己的手裡 我們把心定下來 OK 把心定下來 那我是簡單的開個場 跟大家做一下 今天呢 主要是佩玲老師 待會跟大家報告 那她的閱讀這張 閱讀這個主題就有180張簡報 那我們按照我們會考的這個程序來走的話 就今天會先講reading 之後再講listening OK 不過呢我還是有點小小的雞婆 想要跟大家也稍微做簡單的提醒 我們作為一個考生 你本身是答題人 所以你可能對於每一科 他到底多少題 然後提醒怎麼分佈 心中要一個structure 你心中要一個梗幹 知道說我在作答這一科的時候 我的時間分配會怎麼樣去在 各個不同的科當中心中有個拿捏 所以時間的control是非常重要的 像譬如說自然科它有三科對不對 你怎麼樣去分配 這個我們都要心中要一個副案 所以以英文科來說 可能單體大概是1到21或23 然後後面是體組了 那體組可能6到7對不對 等一下呢 佩玲老師會跟你說 大概你作答身為哪些閱讀策略 其實英文這個語言呢 它在英文閱讀部分是有很多 以前原文書它有很多的英語 閱讀的策略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考試的時候 怎麼樣運用你自己閱讀策略 你的拿捏掌握之後 能夠拿到自己拿到高分 自己個人的高分 這個方向跟正確的步驟 其實就是這幾天60天裡面 你可以好好加油的部分 那它那個題組呢 以我們的認知啦 但不一定完全正確 不過通常一個考試 它的一定是從易到難 大方向會是這樣 所以你剛開始把他前二十幾題的 那個掌握的至少要有一個基準 達到一個答題率是很高的部分 後面體組的時候 你自己會有很大的信心 好 那 這張是跟大家來做個報告 包括家長可以了解一下 我們為什麼說現在素養導向命題 會是比較難回答的部分 是因為十二年國教課綱裡面 他就是希望學生的能力 不是只有展現在語言的知識 只是會寫 只是會讀 他還要在日常生活當中 有很多敏銳的觀察 所以你看過去的考題 有一些是漸行路線的選擇 有一些是實務里程 運送的不同階段 他在不同的州 不同的世界各地 所佔的比例等等 這一些就會是跨領域的一些題材 或者是議題 但是你不用擔心 因為他其實他要考的 還是你在英文閱讀 他裡面的概念 這個部分 所以我會希望同學能夠掌握你目前 如果你是C 其實只要在掌握前面 那21題的答對率的話 其實要拖C很快 但是如果你是A到A加 或者A加加的同學 你可能就有一些東西 會要更深入地去掌握到 我如何在每一次做答的題目當中 在每一題做錯的地方 繼續在重打 直追 重追 就是一直在追下去說 怎麼做 那個等一下我再講 所以我們現在看就是說 閱讀的那個 閱讀的篇章概念裡面 每一個題組大概都是要回答 兩題到三題 OK 那如果你能夠有 比較快速的閱讀能力的同學 就把整個全部都讀完 那如果你覺得後來你時間不太夠了 你就要去看題材 後面那個題目問的是什麼 再過去找答案 等一下當然P老師會講 不過按照我們的課章來說 他是希望同學能夠有能力去分辨 這篇文章裡面 我的事件發生的順序 我的圖文當中 他所呈現出來的訊息 然後去呈現那個題材所要問的答案 因此呢 同學這個能力要特別嗎 要特別用 好 同學這個圖跟文 英文的敘述再回去找圖 或是圖的敘述給你之後要去回答題目 這個能力要有 Interpretation 好 這個地方要特別 在做歷屆考題的時候 這個部分可以訓練自己 那我問一下在場各位同學 不管你是國久 你做過任何一次的英文 歷屆的會考試題的 不管哪一年 你做過一次兩次三次以上的請舉手 好 謝謝 少放下 其實做歷屆的聯考試題 或所謂的會考試題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策略 像以前我在帶學生的時候 或是我自己 我大概都會想說過去五年到八年 然後我再記得 因為我知道有同學是A 想要希望到A++的 就是每一題下面都要去重追盲打 好 等一下我再舉例 那所以我在真實生活當中 好多的題材 他希望你能夠有這種解決問題的能力 直線是用英文 OK 好 那我就不多說 再下一個 今天要跟同學打氣 一定要自己記得 我這六十多天 我要很定的去做好每天的作息 然後每天都想正向的事情 不要說我都讀不完怎麼辦 那只有讓你自己心裡面 更加的緊張或者是擔心 那你有個人的優勢對不對 有的人可能理科或者是數學很好 那這時候就很簡單啦 你只要注意一下 社會科要哪滿分 如果是這樣的同學 那再來呢 國文英文 就是背的東西 可能短期內要加強也是蠻快的 所以個人的優勢可以掌握一下 那這邊就是剛剛講的答題速度 答題速度牽涉到你對於體組的掌握 其他學科也是 尤其是像社會據我所知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 自己能夠要有一個自我的一個掌握 最後我就講一下 剛剛我說什麼叫窮追猛打 譬如說去年這一題 Doraemon他是被老鼠咬過之後他就怕老鼠 OK 所以你看這題答案 答案我已經寫出來了嘛 就是主詞是Doraemon Has hated mice since his ears were beaten by a mouse 對不對 那選項可能有have beaten 或者是be beaten等等 你在選的時候你就看到的不同的選項當中 你要就那些不是答案的選項 我剛剛講是A到A++的同學 你要再就那個選項再去提醒自己要做複習 譬如說 were beaten 那被動式就是be beaten 你要自己記得說 喔對也有被動式 這種一個會用到的一個句型 再來咧 主動去咬人 對不對 再來咧 這時候三態就要自己再稍微自己再review一下 喔對 我再review一下by bit beaten 這種東西就是叫做所謂的複追猛打 從一個東西要繼續再去延伸 它所帶來的一些要背的東西 或者是要準備的一些概念 那如果那個選項是 答案是選A某一個動詞 那B C D那幾個動詞都要掌握 這樣子意思是跟大家說能夠再加油 好 好 那我今天就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囉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的林佩玲老師 是中正國中的老師 她呢是我目前舞蹈團的團員 同時也是去年 我們會考這個第一年辦的 英語課的講者 同時本身也是在台北市 我們有編一個素養導向的評量 這個實作當中出題的老師 那長期也在做評量 這個試題部分的諮詢 還有設計工作方都有完成 那也備好幾個學校 然後被邀請擔任會考的英文科加強 我相信同學也很希望 從今天能夠得到很多 您自己的方法 能夠有一些策略 我們就歡迎佩玲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